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当地的俄军特种部队对于中国特战队的到来 外界猜测纷纷 在俄军都要大纸撤兵的时刻 我国派出特战队究竟为什么呢 在此次的续国冲突中 我国一直是态度鲜明的支援阿萨德 从刀意和物质上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此次特战队的到来 则表明这个支持程度又更近了一层 此外 随着续国内局势的变化 试图边境也成为DT组织参与势力的藏身之所 夜虎突击队的到来或许就是为了来送他们一程 同时也可以顺便学习一下新的特种作战模式 正所谓望战地位 只有经历过实战的特战队 才是真正合格的特战队 我军雪豹突击队夜虎突击队前身 是抗日明将彭雪峰创立的雪峰团 从中共走出了半余位将军和数千位阴谋 因其擅长夜战 因此外界也称他们为夜老虎团 进入新世纪后 夜老虎团以特战连来依托 组建了一支特战分队 名为天狼突击队 但是更多的人还是喜欢叫他们夜虎突击队 雪豹突击队是我国特种部队中的国家队 先后处置突出事件 和执行重大任务八十余次 参加人类重大知识演习十余次 这两支特战队里的每一名队员 都是经过了严格选拔 严格训练的 他们装备精良 技能高超 是照之吉兰 来之能战 战之能手的尖刀部队 训练中的夜虎突击队目前 去国已成为世界各国特种兵的练兵场 俄军的格鲁乌和阿尔法 美军的三角洲和海豹都在此现身 甚至本来都派出了自己的特种兵 执行不为人知的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也派出自己的特战队 去真实的战场上感受一下 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全国人的地区 明镜需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访ое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访可 transc Familie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